讲清楚了 那我们再下一个slide 对于这个事情 门徒也是跟我们现在 也是听得还是有点模模糊糊的 所以马可福音也接着记载了这个事情 第11节跟第12节 到了屋里 门徒再一次就这一件事情来问他说 主耶稣你拜托讲明白 可不可以一针见血 让我们一听就很清楚好不好 你跟法律善人之间的这样子的攻防问答 那你所回答的这个答案的总结是什么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在这里 第11节跟第12节 凡修妻另取的就是对妻子犯奸淫 大家注意要圈起来 修妻另取 这两件事挂在一起的 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 也是犯奸淫 可能和和本的中文的翻译 不是很清楚 我们往下再看下一个slide 我们再看King James的版本 第10章第11节 whoseover shall put away his wife and marry an other commits adultery against her 有一个end whoseover shall put away his wife and 那个end 就是他是为了要跟其他的女人结婚 比如说他现在心里面呢 他其实他喜欢另外一个 比如说哎呀老婆呢 现在年老珠黄的 我喜欢那个年轻貌美的 那我想要去娶他 OK 可是我又不想犯奸淫 那怎么办 那个法利赛人呢 就会有办法帮他们解套 这个后面我再讲 好 所以呢法利赛人才会跟耶稣辩论说 那摩西说只要给修书就可以了 只要给修书无条件的 你就给他修书 什么理由都可以 耶稣在这里就很清楚说 不是的 你今天如果是心里面 你已经打算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 因为这样子你去跟现在的配偶离婚 然后你再去跟那个女人结婚 或者再去嫁给那个丈夫 这样子还是犯奸淫 不能够说因为柏西说 我只要给他修书 任何理由都可以离婚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明白 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 他有说lost after 你看到这个女生 然后you lust 心里面有那个欲望 淫念 你一直想要得到她 我告诉你 你的心里面已经犯奸淫了 就是这个意思 在你还没有实际上面 行为上犯奸淫的时候呢 你已经在你的心里面犯了这个奸淫了 虽然你后面给了修书 照摩西立法规定你给了修书 但是你还是违反上帝的诫命 妥拉的诫命 那是我们过去的传统上面的解释 那离婚的就是犯奸淫 娶了被离婚的或者是嫁了被离婚的 那也是犯奸淫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误解 很重要 我们刚刚所研读的 马太福音19章跟马可福音10章 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呢我们现在今天明白了以后就不要去定罪 离过婚的弟兄姐妹说是犯了奸淫 除非他们是已经想好了 我跟配偶离婚的时候 我是要去嫁给或者是去娶那个人 那个才是其他不是 我们去年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服侍神的人 他那时候我跟Michael Rule在台湾嘛 然后他问 就说他的朋友是牧者啦 跟他说因为你是离了婚的 那是犯了奸淫的 所以你不能够当牧师 你不能够服侍 那我说这个真的太伤人了 所以我就跟他解释 他心里面就得着了平安 因为这不是神的话语嘛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是这样 为什么耶稣呢很恨恶法利赛人 因为法利赛人可恶的地方在哪里呢 他们会去找圣经里面妥拉的漏洞 其实也没有漏洞啦 我用英文叫做loophole 我们用这个例子很容易讲清楚了 这个法利赛人呢 他们很会去发明他们自己的教导 这个教导呢 偏偏呢又是用神的话语来做基础 来发明他们自己的教导 然后呢 借着神的话语 废掉了神自己的话语 我再讲一次哈 他们可恶可恶在哪里 为什么耶稣这么痛恨他们 实在是牙痒痒的 对他们毫不客气 为什么 比如说这个例子来讲 他们就说好 照我们法利赛人的教导 今天你看到年轻貌美的 你想要去另外娶她 你想要把你这个妻子离婚掉 好没问题 我们法利赛人呢有办法 因为妥拉里面讲说 只要给了他修书离婚的状 你就可以离婚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取 那个年轻貌美的妖姬 这样子你没有犯奸淫 因为你是照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妥拉 上帝的诫命给了修书了 所以你没有犯奸淫 手劫心轻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耶稣在对打里面 就直接把他刺穿 就跟他说 这个是犯奸淫 你们的教导 不只是不让人家进天国 而且他们入了你 法利赛人的教门以后 你们还甚至呢 好像绑了一个石头 在那个景象上面 把他沉到海里里面 就可以明白说 耶稣是如何的痛恨他们 那也就是为什么 耶稣骂他们的话很难听 我们觉得耶稣 怎么骂得这么难听 不是 所以我也说 他们是假冒为善 这个假冒为善 还把上帝的话语拿来用 然后借着上帝的话语 废掉上帝自己的诫命 所以可恶至极 这样子我可以了解 我也很阿门 耶稣对他们讲话 这么不客气了 真的会很气 现在这个我就讲完了 那我们呢到今天的重中之重 更精彩的